好,那么首先上午的话,我们要完成环境准备和Kistone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在上一小节的话,已经给大家讲了,比如说我们基础环境的一些东西。 那么如果我们的课程的唯一的依据,那就是官方文档,因为没有比官方文档更认真的,对吧? 我相信我也让大家把官方文档整体看了一遍。 那么等一下你又不理解了,我们可以线下提问。 然后我讲,如果没有讲到,咱们可以来提问。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做环境准备的时候,首先安全这一刻,我们后面再说,它是把所有的用户什么样都给您做好了。 网络是按照我们的,我们的一个架务的一个网络。 然后NTT这一刻没让大家做,是因为我们的注意,我要强调一点是生产环境,你一定要有NTT。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有训练机,然后可能你今天悬案就暂停了,下次打开,你配了NTT,其实你会忽略这个问题,还会出问题。 所以说我没让大家配,但是我要就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你就直接NTT data。 哎,我这没这个命令呢。 NTT data。 然后呢,你去同步一下,同步一下你的时间,就是每次上课之前,都把你的这个时间,就训练机在停,开启之前,把你的时间同步到最新的。 NTT data。 嗯,tm。 嗯,tm。 等一下看这个,tm1。 tm1.ali.com。 你要保证你这样的机器的时间是,是一致的。 对吧。 嗯,所以说我希望我们,我再强调一遍。 我真是什么就是真是什么。 有的人说,哎,老师,我的时间肯定是一致的。 啊,最后你不行,一看你的时间不一致。 哎,我们昨天明明是一致的。 啊,我不希望有这样的回答。 啊。 然后,openswag的包,是,因为我们都用了snow s嘛。 对吧。 现在snow s的话,它的一个web的窗户,默认,都提供了openswag的包。 这个,呃,这里如果你觉得慢,其实阿里云也有的。 你可以,嗯,你看我们在阿里云的这个,呃,因为阿里云也有snow s的这个镜像嘛。 那么在它的那个,呃,s那个镜像里边,有一个close的一个目录。 那个里面就是,我们所有openswag的包,它包括历史版本什么的。 比如说你要安装一个老版本什么的。 嗯,这个大家后面去看啊,我这里打不开这个,这个网。 好。 打开了,snow s,然后现在7.3了,比如我们是7.2,对吧。 然后,这有个close的,看到吗?这里。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openswag的存plm,对吧。 这几个版本都有,就存k版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要支持snow s7了嘛。 所以这几个版本都有,那么所有的包,其实都在这里。 好。 好,那么我,我给大家讲过,我们要学,我要告诉说,我们学东西,和安装东西,我们要,全部要看明白,到底是装了什么,啊,为什么要装那个包。 那么,我在上一小节给大家讲过了,我们所有的这,各个组件,除了herodon之外。 它会有一些数据,需要存在mysuckle里面,对吧。 所以说我们yam install了maryadb,然后maryadbseller,然后python2pymysuckle。 那么这个是,就是python访问mysuckle的,这个模块。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因为我们openswag都是python写的嘛。 那我要访问mysuckle,你就需要有相应的这个,这个模块。 所以这需要在所有机箱都装,啊,我这已经装过了,啊,我再执行一下。 检查一下。 然后呢,去要求我们去干什么呢,去,呃,配,创建一个配置文件,是这样的。 maryadb的话,它是这样的。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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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的话,它有一个medconf,对吧。 你看,我,我打开一下,啊。 medconf,对吧。 然后在medconf里面呢,它有一些,它有一些基础的配置。 然后呢,它include的一个目录,就是etc,medconf的d。 其实现在很多科学人员都可以这么干了。 就是说,你不要把配置文件都写在一个,感觉很乱。 然后呢,我include的一个目录,然后你把这个配置文件写在这个目录里就可以了。 所以说,你看,官方要求我们在这个etc下的medconf的d目录下,去写什么呢? 去创建一个,去创建一个,去创建一个openstack的conf。 创建一个openstack的conf。 然后,你别的内容,那你就是,直接复制下去就可以了。 第一个,对吧。你绑定的ip地址,你可以写192.168.56.11。 然后呢,默认的存储引擎。 其实,其实messow默认的存储引擎,现在早都是inlonDB了。 然后这个是独立表空间。 就是说,我每一个表都有单独的一个IDD的一个数据文件。 最大连接数。 然后,这两个是你的字符集。 好。 注意,很多人那个说,把openstack所有的库图充电环再来改字符集。 那当然是不行的了。 这个顺序可不能错。 好,然后我把我这个messow起来。 这些基础的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 大家可以一边,根据我的流程和参考官方档,我们就可以做。 这是messow。 那么,除了messow的话,就是我们的rabitmq。 起来了吗? 好,起来了。 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现在这个messowdb有一个messow安全的一个出世化的一个操作。 那么它这个操作其实就是邦尼设如同密码。 帮你把这个,嗯,这为什么还有? 啊,更新了,更新了。 啊,没关系。 我能跑一遍吧。 这个机器不用装的。 网络来都不用装。 啊,这更新了。 好。 那么这个安全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说,你当前的入团密码,默认就没有嘛。 然后让你设置入团密码。 好。 你就设置一个, D3456啊,你等下设置呢,你能, 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啥的时候,到时候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我就不管你了啊。 你没按我的要求来。 是否移除密码用户? 外。 是否关闭root的远程登陆? 外。 是否帮你移除这个什么呢? 测试的这个数据库? 外。 啊,是否帮你去relot的这个授权表? 外。 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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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这里,这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啊。 比较简单。 好。 那么做完这个,买稍后的话,就是消息,消息堆裂。 那么OpenStyle默认他使用消息堆裂来协调各个服务的一个状态的信息。 然后他说消息堆裂一般运动的控制经验,其实无所谓。 就是消息堆裂装哪都行,对吧? 因为他这个网络服务,你网络能通就行。 其实你们生产的时候,如果你规模比较大, 如果你要成年上千台虚拟机的话, 那你的消息堆裂必须是独立的物理机, 而且要做其一群,RubitMQ做其一群。 然后呢,但是我们知道OpenStyle, 除了RubitMQ和支持QPID,ZerumQ, QPID最早的版本,其实默认的是QPID, 后来才改成了这个RubitMQ。 好,这个我相信RubitMQ大家都已经装上了,对吧? 把它安装上了,然后把它起来了。 好,我看我这都装了没有,我执行一点,我不确定。 然后扛到C了,不让它更新了。 好,我RubitMQ已经装了。 然后呢,我enimble,然后设置开机自动启动。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是没有必要记笔机, 你是完全没有必要记笔机。 你说你记得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对吧? OpenStyle发一个新的版本, 难道你重新做一遍再记一遍? 我觉得没有意义。 你是说怎么办的东西学会。 然后添加OpenStyle用户。 这个什么意思呢? 那你要连接效益队列,你就是需要有用户,对吧? 好,注意后面那个是密码。 那么我们的密码就是OpenStyle。 大家都统一一下,你不要和别人不一样。 用户密码OpenStyle。 因为这一刻不同意,到时候你的配率有什么, 发音配的文件,你用不了。 因为你那和我的。 下面给OpenStyle用户配的读写的权限。 所有语,所有读写权限。 好,我们把这个,注意它是三个点心,点心,点心。 三个点心,点心,点心。 好,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那么RobinMQ的话,默认其实有一个外部的监控的一个插件。 那么我们怎么去看那个状态,它一个外部界面就可以用。 那么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执行RobinMQ plugin list。 好,你看啊,这就是RobinMQ,把它把所有的插件就列出来了。 对吧。 然后它有个什么插件呢? 叫做RobinMQ这个,Management这个。 哎,这个,那么这个插件就可以启动一个外部外部界面,让我们来对它进行管理。 怎么启动呢? 以前的版本的话,你enable之后是需要重启的。 那么现在是不需要的啊。 现在你不用手动去重启了。 好,那么enable之后呢,我来看一下端口。 lsof-i15672。 好,已经监听了。 那么你可以通过56.1的15672的端口去访问它。 lsof大家都会吗? 就是list open file-i就是网络接口。 然后15672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要显示打开的端口是15672的。 啊,因为inx一切接文件嘛,你端口,你端口接听这个sofit它也是个文件。 所以说我们使用lsof都可以把它列出来。 啊,这个命令在我们生产中也很常见嘛。 比如说我想看有多少链接连到我这个端口上。 我们这个命令就非常容易看啊。 好,192.168.56.11,冒号15672。 啊,这有一点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是不是创建了open-site用户。 这个用户是不能在web界面上登录的。 我们要使用默认的一个guess,guess这个用户来登录。 用户名是guess的,密码也是guess的。 点登录。 。 那么这样我们就登录到我们这个,这个web界面q上了。 那之前有人问我说,这团队很有机群怎么做。 咱们后面如果,后面咱们登讲完课程,这个给大家讲上。 因为它比较简单只一条命令,俩都装好一条命令,就把它add进去。 就像你做redis那个从那么简单,一条sleeve off就可以做一个redis主从。 好。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用户。 对吧,你可以看到你的open-site用户。 因为open-site用户它不是超级管理员,所以它不能登录这个web界面。 你看guess的用户是超级管理员。 那么你第一件事,你如果生产用的话,你第一件事就是把guess的用户的用名密码改一下。 内网也需要改一下。 你可以在这去修改你的open-site的这个命令。 你看你三个点星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这,三个点星。 这就是刚才我们授权了三个点星的一个作用。 好,我们继续往下。 这是run the kill。 好。 这个memo开始,我们先不用管。 等我们用到的时候再过来。 用到的时候再过来说。 认证服务。 那么认证服务是我们,第一个要讲的这个服务。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学习open-site的重点。 如果认证服务你不理解,你后面会有千万个坑等着你。 以后这报错,以后那报错。 所以认证服务一定要学好。 后面的guess反而是open-site最简单的那个服务。 那么认证服务如果你学不好,那后面麻烦事就多了。 你别人都成功了。 你点个这不行,点个那不行,当时你就烦了。 你对学习失去了希望,就是因为你认证服务没学好。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家务图,大家已经发现了。 所有的服务都需要什么呢? 都需要case stone做认证和做服务注册。 好。 这个咱们就不看这里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写的。 我们就直接看我之前准备的这个教案。 那么case stone的话,我个人的一个总结。 他有两大功能。 他有两大功能。 一个是用户认证,一个是服务目录。 服务目录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讲了,类似一个注册中心。 对吧? 我们在上一小节讲SOA的时候已经讲到了。 那么用户认证的话,其实就是说你用户的权限和用户行为的一个跟踪。 你这个用户,你去连glance的时候,我再让你给我认证。 你去连LOA的时候,我要让你进行认证。 那么这个服务目录的话就是,我讲的时候大家都看屏幕。 不要再操作了。 你这个操作,我们刚才已经很慢了。 你跟不上就是你环境没准备好。 等下我们尽量给大家留下时间,你来准备。 好。 那么这个服务目录的话,就是我们说了,就是说我每个服务,我的类型,我的ATF端口,在k4档做注册。 注意,我现在强调一点。 我强调三遍,等下说不定还有人错。 你这个注册,不能多,不能少,不能错。 不能多,不能少,不能错。 我说了三遍,等下肯定还有人,就是会多。 你,你要写好了。 如果你错了,错了要删了重新件,然后我会告诉大家你怎么去重新件。 要多了肯定是不行的。 你错了肯定是不行的。 有个人说,我这个k4档起来了呀。 不是,我这个某个服务起来了很正常。 班长你看过的日志。 班长你再看过这个,我说是。 然后一看,k4档注册的时候写错了,IPD就写错了。 所以说我要告诉你的是,比如说Nova去连Glance。 我不管你正不正常,我就去找K4档,对吧? 你正常没有用。 K4档你写错了,那不好意思,我连不上你。 对吧? 这个答案能明白吗? 作为一个服务的目录,作为一个注册中心,我连别的服务,我都在K4档找。 那你服务再正常没有用啊,你写错了。 对吧? 你暴露端口的时候,就像我开一家公司,我们的,我没有一个域名,我跟你说错了。 你打不开。 对吧? 我网站运行的再好,价格做的再好,是不是没有用。 就是很明白一个道理啊,就这么简单。 那么K4档提供了两大功能,用户认证。 那么它有一些,它有一些名词我们来理解一下。 它这个应该没有吧? K4档它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啥也没有,直接安装配置了。 好。 首先第一个,用户。 这个很容易理解啊。 用户的话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会创建用户。 那么这个用户怎么来对应呢? 就是说,你们有用过公用云呢? 那么就是你去注册一个用户。 就是这个概念,它没有复杂的概念。 然后项目。 项目,我怎么来解释这个项目呢? 就比如说,你们公司买了一个云主机。 对吧? 那你的公司是不是有很多的用户人员啊? 诶,那是不是每个用户人员,我都想给他们建一个用户呀。 所以说,如果用用户来对应公司,这就麻烦了。 那你一个公司只能有一个用户,对吧? 如果我用项目来对应公司呢? 就一个公司,你就是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项目,对吧? 然后你这个项目下可以建很多用户。 诶,这样。 所以说,因为OpenStyle的目标是做一个所有云法公用云嘛。 所以说你要符合嘛。 所以项目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项目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用户的一个,一个用户组。 这么理解,其实才也没有错。 对吧? 你说,可是一个什么权限集合什么, 那就是,就是,那就多了去了。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理解了项目和这个用户。 令牌。 令牌什么意思呢? 是,你来K-Style公网做验证。 你是不是要发运户密码给我呀? 然后呢,我去数据库一查,诶,密码对了。 对了怎么之后呢? 我给你发一个令牌,就是这个token。 这个,这个你明白了吗? 然后呢,你后面在访问的时候,你只需要拿这个令牌过来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不用每次我都到数据库去给你印证你密码,对不对? 你想这个东西多慢呀? 是不是? 如果我每次都用密码拿过来,我就去数据库做验证。 那首先第一个,数据库都扛不住了。 对不对? 所以令牌就是,用密码拿过来,我可以自动,数据库查一下。 你这个用密码是费了,我给你个令牌。 然后我告诉你,令牌有个有条期。 在这个有条期内,你就只要拿这个令牌去识别就可以了。 好,角色。 那么什么要角色呢? 那用户在项目里面是不是带有权限呀? 那这个角色就是权限的一个集合。 就你能干啥,可能干啥。 大家明白了吗? 因为公司搞了一个,买了一个,买了一个,注射了一个用户。 然后你上去能管云主机,他上去能管哪三口。 你这个意思。 我尽量用比较大家容易懂的一些观念,把我们的一些词说明白。 所以这个项目以前还有一个,叫做一个租户。 他让他一个概念租户。 对,就之前啊,之前不叫项目。 啊,当然你现在可能用不上,但有个配置,他是老配置。 所以我告诉你,他之前叫做租户。 租户。 就意思和项目是一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我的意思吗? 只是说现在人家改了个名叫做,叫做项目了。 实际上老的版本的话就,就是。 是。 好。 下面我们再理解,提送服务目录的两个,两个名词。 一个叫做服务,一个叫做端点。 一个叫做服务,一个叫做端点。 那么这个服务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后面学的Nova Glance,这些都是一个服务。 那么你需要在K-Snow创建一个服务,你要创建什么呢? 首先说我有一个什么服务,我的类型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服务。 这一点是其实以前的版本不一样。 这个服务,你创建一个服务,有一个服务ID。 你用我的意思吗? 老的版本是这样的。 你拿对应这个服务ID,再去创建这个underpoint。 现在OMAS改了,为了让你那个命令不写那么长,它改成什么呢? 你创建一个服务,然后你就创建underpoint。 它会自动,它会根据你那个服务类型自己去找这个服务。 但如果你要创建俩服务,那不好意思了,他不知道是哪个哪个,那你肯定就用不了。 所以说我说这个,等一下我们创建服务和underpoint的时候,不能多不能少不能错,原因就在这。 你说你,我一查你创建两个可以送服务,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它对不上,对吧? 我创建了三个underpoint,对吧? 那我说underpoint是你这个服务来,是那个服务的。 因为每个服务都是唯一的,有个唯一ID是对不上。 其实以前版本还不容易错,因为你就要写整个服务ID。 现在,点化了之后反而容易错了。 是这样的,大家说明白。 你看这里我以前讲的租户。 就是说一个用于组织和隔离资源。 用户就是我们的一个普通的一个用户。 一个租户,现在叫项目。 你把这个项目和租户对应起来。 一个租户可以用多个用户,对吧? 一个用户可以属于多个租户。 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角色。 角色就是代表用户的一个权限的集合。 就像你们买客户都学过,对吧? 授权的时候,对吧? flag的什么呢? 你就做了一个角色。 就授一些授权。 好,是这样的。 好。 服务这一块,它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它涉及到你能不能访问到这个服务。 所以说,我们要多给大家说一会儿。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服务,等下我们创建的时候, 你就会,你就会明白啊。 其实它那个命令怎么写的。 然后重点,说一说这个端点。 这个端点,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就是一个服务,你要报出来的一个访问点。 就是说你这个服务,我怎么访问你? 你总来给我个IP地址和端口吧。 哎,就这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各个服务之间, 它是这个RESFOR通信的。 RESFOR就是基于ATV协议的。 所以说你这个端点其实就是一个URL。 什么ATV冒号, 刚刚IP地址冒号,端口什么, 鞋帮什么什么。 好。 然后,注意的是, 每一个端点, 我们后面就叫endpoint, 每个endpoint有三个访问地址。 明白我的意思吗? 每个endpoint有三个访问地址。 也就是说,我们怎样创建endpoint的时候, 你每个都要出现三个。 这三个访问地址是有不同的权限的。 一个是public, 公共的, 然后seal的, 然后管理的。 那么这就代表了三种权限。 那么你public这个URL可以被全局访问, seal的可以被局域网访问, admin可以被, 就是说, 专门用来管理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都一个网卡呀? 你看, 我们控制间, 19516856.1, 对吧? 那实际工作中, 你可能多个网卡, 懂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公共的, 那就是一个公网, 你可以直接把公共的对外去访问。 你就像阿伦AWS, 是不是都有公共的API呀? 诶, 那这个就这个意思, 懂了吧? 就你能直接对外让别人去通过你的API, 我来通你的API, 来创建我自己的训练机什么呢? 你比如说我们用郭文云, 他是不是提供了API, 你通过API就可以创建你自己的训练机, 一个意思。 这个最后的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我们open cycle各个服务之间, 我们自己通信了一个API, 那比如说我这个机器有三个网卡, 那第一个public这个, 这个就是公网IP, 那这个就是内网IP。 然后管理的, 这个刚开始有人不理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网卡多, 我可以专门搞一个管理的, 专门搞一个管理的,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什么作用呢? 就是说你这个网络出问题了, 我还能连上我有个专门的管理的网络, 和这个你的通信的网络是不一样的, 但这个看需求啊, 这个看需求, 并不是说三个网卡都不要, 但人家这么来分的, 然后就是说我管理的时候, 我通过管理的时候, 我专门搞一个URL, 我通过这个URL管理, 而且有一些服务, 他把管理单独拆开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public上的URL, 我有一些功能, 我不用对外,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就专门搞一个管理的URL给你用, 像K自动就拆开了, 你公共的和管理的, 它就有不同的端口了, 所以是这样的, 对, 但很多服务我们这次来做的时候, 它端口都是一样的, IP地址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网卡嘛,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是, 在生产过程中, 你可以有三个不同的IP地址的, 三个不同的IP地址, 好, 这是这个端铁, 好, 那么下一步就是安装了, 我们都已经装上了是吧, 安装和配置, 那么第一步的要求什么呢? 说你要去创建数据库, 创建数据库, 好, 那么咱这一次咱这么干, 我们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库都创建好, 啊, 我们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库都创建好, 好, 我们控制节点, 刚刚我们的MASCIRCLE-ROOT-P, 然后输入你的密码, 输入你的密码啊, 这个没问题吧, 然后我们创建数据库, CREATE BASE, 不用看他那个, 大家都学过了是吧, 啊, CREATE BASE, CREATE BASE, CREATE BASE, Glans, CREATE BASE, CREATE BASE, 现在它进行的数据库的开分, 因为NOVAATN太繁忙了, 所以又搞了一个NOVAATN的一个库, 然后呢, 再创建一个neutral的库, neutral的库, NUTRON, 然后再创建一个真的的库, 快存储, 后面我们要学到的一个库, 每个库, 好, 就说我们现在创建每个数据库, 然后呢, 送权, NU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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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BASE, TOO, 用户名, CREATE BASE, 然后, 、 LocalHOST, IDENTIFIED, By, CREATE BASE, CREATE BASE, 但是生产过程中,我们再加一个百分之号,可以在远程任何一个地点来访问,我再强调一遍,优密码都弄是一样的,为什么,为了是说我们好比对配置文件,比如哪个地方改错了,你不知道,一对比你就知道了,你都搞不一样,你自己会懵的。 好,然后呢,就是其他的我们都这样,glance,然后用户名,glance,密码,glance,别着急,现在很简单, 慢慢的你就,难了,NOVA,这些你都要记住啊,因为我们,我们既然创建了数据库并授权,我后面都是要在配置文件里面去配置的,所以说你要搞清楚你每一步的操作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谁。 啊,NOVAAPA点行,看这,啊,这样都一样,对吧,还是弄吧,然后百分号, 然后呢,妞存,一次性全部搞定, 这个就是说,那个和生产官方的不同的,官方的每次都去都去创建,好麻烦的,一次性我们把我们该有的数据库授权全部全部做完,后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跳过这个了。 啊,好,我再发一下啊,我这个不用创数据库表,因为我是新创建的,对吧,那么新创建其实是不用发这个,发这个数据库表的。 别人已经发了 行我就不发了 好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是 你刷担完之后一定要对一下 有可能一不小心这么写错 所以说存 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个难 就是说存最早就开 就有坑 你只要跳进去了 你后面就就很难出来了 你比如说创业森的这个第一 你写的什么 那你到后面你就肯定就成功不了 森的 Glans Kstone Neutron Nova Nova 不能少 总共是三个数据 六个数据库 六个数据库 我们能力吧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是这是我们的那个数据库的创建 然后那么 Kstone安装 非常的简单 是越来越简单了 以前其实没那么简单 现在搞得简单了 然后呢 你首先把它装上 对吧 你要装OpenSight GongKstone ATBD APA 那么也就是说 Kstone 等一下会用APA 来启动 MOD WSDA 什么呢 也就是说等一下APA 需要使用这个 WSDA这个模块来和你的Python去进行通信 好 我把这个包装一下 我这已经装过了 我只是说在执行一点 好 退出 我装一下这个包 好 然后呢 Kstone 这个什么呢 这个配置 现在是真的是 好简单 好简单 以前就以前就不简单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Kstone配置 他让你干嘛呢 让说首先 我们先看一下啊 大家先不要不要着急改 说在对的被子部分 配置数据库的访问 在Token部分 配置一个硬牌提供者 这个是硬牌提供者的一个名称 好 那么这里我需要强调一点啊 光明呢 不会告诉你 但你一定会错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配置 一定要在这个中括号里面这个配置部分下面写才有效 很多人做先也不成功 我明明写在配置文件里面啊 是你因为你没有写对地方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配置即便是对的 你没有写对地方也是不可以的 那么我们这个所有的配置文件 那么都会有这样的 一个中括号 然后我们叫做配置部分或者要配置栏目 你什么叫都可以 但是这个东西你是不能错的啊 你不能错错了那就 不行 好 那么现在我们现在我们就来配这个 这种配置文件 那么可以送配中间在ETC下的 这种某一下 啊我们最重要ETC下的这种某一下 这是我们可以送的配置文件 那么我们只需要去修改 那么我们只需要去修改 Kistunit Conf Kistunit Conf就可以了 啊 VM Kistunit Conf 一定要理解啊 每个配置那么都是你要知道干什么的 好 我们直接 大家配置 你要能跟上我 你要方法和一样 我怎么办 搜索 对吧 你让我配置 叠了被子 我就搜 怎么搜 写杠 反斜线中括号 对的被子 够了 你就能搜到了 对吧 斜线反斜线中括号 对的被子 转移对吧 你就搜到了 就在这 过好行呢 我给大家显示一下 在613行 然后呢 在这里 640行 你可以直接VM加640 直接就 直接就过来了 对吧 这个链接 我现在改下这个链接 怎么改 我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好 我改一下 首先这个Ctrl的改成 192.168.56.11 然后这个密码 用密码都是这个 好 我大家发一下 640行 设置数据库 640行 设置数据库 好 这个设置完了吗 好 你先保存 然后呢 不用看这个 初始化数据认证服务的数据库 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穿起来的库是空的 对吗 那么初始化 就是说 他会去把这个相应的表都帮你建成 没问题吧 弹幕看这个命令啊 他很怪 他用了一个 SU-S 什么意思呢 切换用户 切换到Kistone用户来执行这个命令 什么意思呢 是把一个坑进去掉 我们Kistone服务 大家起的时候 用户明明 这个 启动的用户是Kistone 没有问题吧 如果你 而且呢 你初始化的时候会产生日识文件 没有问题吧 那么你有什么用户初始化 你产生的日识文件的用户 是不是就是什么用户 如果你用Root用户来初始化 你直接Root用户直接执行这个 那你会生成一个日识文件 就是Root用户名 用户和数据都是Root对吧 然后Kistone在启动的时候 也会去写这个数据文件 会去写这个日识文件 他会怎么着 会写得进去没权限 没权限会怎么着 会起不来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命令 为什么这么写啊 你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用Root用户直接执行 咱打起来的时候你起不来 因为他写日识就写不了 好 我们现在去初始化一下 初始化一下这个Kistone 所以你要先改配文件 再初始化啊 因为他初始化的时候 他会去读 ETC啊 Kistone目录下的Kistone.com 去读这个数据文件链接 如果你写的不对 那初始化就失败 好 初始化完毕之后 要怎么办 检查 做OpenSite呢 为了让你不跳坑 你每一步都要检查 如果你不检查 是这样的 你可能在很 就是说 他有些问题是这样的 你写错了 当时没报错 等一下你创建不了迅击机 这个就是在这 因为他创建迅击机的时候 才据到 比如说才用到这个配置 那你写错了 你当时启动什么都没问题 这也没问题 就创建迅击机的时候失败了 所以说我们为了大家 避免不要跳坑 你每次执行完 你都要去检查一下 56.11 -u kistone -p kistone -e -u kistone 然后呢 show table 验证一下 你的数据库有没有创建成功 那么如果创建失败 创建失败创建什么 创建失败说明 说句话没创建 权限不对 配置有问题 说权有问题 说句话连不上 原因是不是很多 所以说你说 一个声句库 创建不了这么多原因 你后面创建不了 虚拟机 那原因可多了去了 所以说我们对每一个东西 要理解的原因 就是说 如果你不理解 你后面出问题 你就解决不了 我们这个男主要是因为 他依赖的东西很多 比如说咱们有一些用户 他这个 对数据库赦方面 他很弱 他不会 那么就会存在什么呢 就会存在说 有些小问题 就解决不了 后面就没法学了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改这个 配流量 我们先要改什么呢 搜索 写线 在写线 通过号 memory cache 搜索memory cache 在1458行 在1458行 这个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都知道 你拿到用户密码 来K自动做认证 做认证之后 是不是给你发个图肯呀 它这个图肯是不要存在库里面 如果每次投入去库里面 找一个图肯 那和找用户密码 也没啥太大的区别 它会比较慢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图肯 它可以给你保存在 埋谋开始里面 分子缓存里面 这样的话 是不是比较快呀 就这意思 好 我们把这个 收到这个 除此去掉 然后把这个logohouse改成 198.168.56.11 当然了 你这个meme开始 可以放在任意台机器上 只要网络中通即可 这个没有问题吧 嗯 好 没有开始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装了 对吧 大家有的人可能装 有的人可能没装 那么我们要去 YAM把它装上 YAM Install Memore Cache D Person -Memore Cache D -Y 这个应该 我们让吃了话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装上了 我把这个Memore Cache装上 我这个可能没装 咱们技术好的同学不要嫌慢 因为咱们单有技术相对来说要弱一点的 所以保证大家都都成功啊 你现在 那么你技术好 那你就可以说把你们关注点放在怎么去理解这个这个层面上 好 然后我设置开机自动启动 Enable Memore Cache D 然后呢 Start Memore Cache D 那么默认的话 Memore Cache用多少内存啊 默认Memore Cache对吧 我们最起码要配到Memore Cache用多少内存 对吧 你看我们就没配置 你可以在哪配置呢 CB到ETC下的Case Config Memore 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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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的端口11211 我们刚才改那个Cache装配置没有改端口 默认的 对吧 用户Memore Cache D 最大的连接数 1.14 CacheSize 64 所以这个单位是兆 就说我们的Memore Cache的大小就是4兆 这是可选项 可选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Memore Cache开始 1.1511 你发现什么呢 你发现它今天天天在本地的1.1511 对不对 它今天本地的1.1511 那就别的机器就防不了了 是不是防不了 那你就我们给它改一下嘛 YMETC YMETC C C C是config 我们开始 D 我把这1.17.001 改成1.2.168.56.11 对就这样 反地层64兆肯定是够用了 然后我restart一下 其实官网有多说它配置很简单 它默认都不让你改为什么 因为根据你来安装文档 你反正没有可以招待本地 你肯定能访问 对吧 你空手接触也在这 K4也在这 但是如果我不说的话 你生产就会遇到问题了 为什么我就连商量 对不对 所以我每一个都要把它搞明白 然后我再 HTT 刚 NTLT 来看一下 对吧 现在1.1.21.1.已经 已经 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再看这个配置 还有个配置说 要配置另财的提供者 什么意思呢 这个生成token 是不是代用一种 代用一个东西来生成呀 你用什么来生成 就是用这个 FERNET FERNET这个东西来生成这个token 它是一种算法 那么它有很多种算法 我们找到这个token部分就知道了 VMETCKETZONE 我们搜索斜杠 感谢见中国号token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技术要很好 因为我们敲得很快 有的人还没理解什么叫反线线的 就是说过去了 但我相信大家都是运营班过来了 这个水平应该都是具备的 然后有一个provider提供者 你看这个默认什么呢 默认是UUID 看到没有默认是UUID 往下还有吗 默认是UUID 你可以把这个改掉 把UUID改成什么呢 复制就行了 你看它其实这么懂 4种 4种对吧 4种这个生成token的控制器 我们直接 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token的提供者 生成token的一个控制器 是这个的 那么最早老版本的话是使用UID的 这个其实对我们的使用来说差别在哪 就是它是其实一个安全性 安全性和其他其他方面的一些差距 好 明晚是它是你往下 它说这个驱动 你这个通文放给了 它默认是sircle 对吧 实在是一个铺里面 我们把它改掉 我们把它改成 慢慢开始 直接复制就行了 改成慢慢开始 你看它说了说 你这个图案这是什么 这是说 这是sircle 还支持 就是这种分布是缓存 它支持慢慢开始 而且牌也说了 如果你要慢慢开始的话 你要配置 你看我就改成慢慢开始 至于这个官方的那个安装文章没有的 所以我们加了两个配置 一个是manbook开始的配置 这个manbook开始的配置主要两个地方 一个是配置manbook开始连接地址 一个是配置这个驱动 然后开始 那么在大家学习gitstone 你会经常看到这个dryver这个单词 它是这样的 我们实在是特别的灵活 灵活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说每一个东西它都给它搞成一个驱动 就是我不写死 你可以通过不同的驱动来 比如说像这个 我可以写到sircle里面 可以写在sircle 可以写到开始 至于wasana 你自己来配置 这就是灵活的地方 也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各种各样的 配这个驱动 配那个驱动 就这个原因 好 保存 好 现在呢 我把我的配置列出来 大家来对比一下 grip 尖括号什么呢 先括号什么意思 对吧 开头 从开头配置查找 查找呢 A到Z的 查找A到Z的 好 那么我就把我的所有的配置就列出来了 这个是我们运营班的内容 如果不会的就要好好去补一补了 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一个使用匹配的一个使用 你看我们的我们的链接 这些 要对一下有没有错的 这应该是没错 因为你都吃饭 玩身就哭了 然后我们运营班的地址 啊 Provider 提供者 Token的提供者 然后Token存放的位置 Memore开始 这么几种 这没问题吗 好 啊 哦 我们这一小节先到这里 我们下一小节继续往下